这个累加,我是觉得这个部分的程式还蛮重要 因为你如果将来要把 比如说这些资料、这些奖金累加起来 累加完之后丢到哪边的话 大概就可以套类似的公式 有没有,for I,就范围嘛 那if的话就是一个条件,逻辑 如果这个发生的话,就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反之,为什么反之? 因为刚好两个部门 不是销售部,就是另外一个就开发部 假如他还有别的部门,你只要找销售部门 那这边你可以用写的elf 就比如说else 然后条件的话就是可能给他开发部,这样也可以 所以逻辑部分的话就是有点像 反正回圈就是让他一直跑 逻辑的话就是在当中要帮你找出你要的资料 是哪一种类型,你就把条件放在那边就OK了 如果说假设 底下这边有个销售额 比如说这个,然后我希望 最后的结果帮我怎么样? 帮我放在这边,也是写VBA 所以其实程式的话就for I 等于第15到19 然后逻辑判断的话就是 B 栏的销售额 如果大于5万的话,就把他的 C 栏的资料累加 累加之后的话,把累加的结果再丢到这边来 如果像这样的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如果刚刚你们那一集已经做出来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套范,干脆拿这个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个可以拿来当一个范本 那范本的部分就是说 第1个,名称第1个一定不能一样 所以也许这边可以把它改成叫所谓的销售额 然后第2个的话,for I 等于第15到第19 15到19 所以以后有点像把关键的地方拿掉就好 当然if 这个部分的话是,一样是 sales 的 B 栏 没错 只是条件要把它改成大于5万 所以大于5万就写成这样,大于5万 这样就可以了 那因为没有else,所以你会把else这个叙述的 把它delete掉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是如果是大于5万的 就把它的c栏给累加在sum a里面 最后的话输出一个 这边有两个就把其中一个给删掉 这个是输出 输出到哪里?输出到1的20 所以把这个18改成120 成4就写完了 你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主要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 如何做出所谓的资料的累加 累加部分 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是你要的,你就要累加 你就可以先放在sum a里面 它实际上运作的方法是把 这个跟这个sum a加在一起之后 帮我们怎么样?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这个等号有点像是把后面的东西计算的结果 储存到前面的变数里面 所以运作流程可能跟你以前看到这个等号的 以前的数学的计算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尽量...我发现很多同学都是会被以前你所学的东西给限制 因为已经被制约了嘛 你一看到就以为是那个意思 但实际上根本跟以前你所学的是不同的意思 所以你可能很容易就被混淆了 然后最后再把你的sum a里面加结果丢到 丢到120这个储存格 最后的话来run一下 如果再写完之后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执行成功了 结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以后假设你工作里面 即便你不会杀米服 其实你也可以写个VBA一样可以完成事情 但类似像这种概念 也就是说你将来很多地方 即便你不知道Excel哪个函数可以 但至少你可以把VBA写出来 OK 而且VBA里面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回圈范围 逻辑判断 然后累加 今天可能多累加 因为你就把它记下来 最后把结果输出到储存格 大体上是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三米服之后的话 请各位待会再帮我开启其他的练习题 先帮我开这个007 产线人员工资之和 那这一题的话 打开之后 其实各位可以发现 产线人员 产线主要是部门 那要把产线人员所有的工资 工资在哪里 工在这里 帮我加 也就是说如果他这边里面是产线开头的 那问题来 产线可能一到一百 或一到十等等的 那如果你要累加的话怎么做 三米服 三米服当然OK 三米服之后的话 Range Range指的是这个范围 部门嘛 然后 Qriteria 就条件 条件是什么? 三米服之后 就是把工资帮我加强 所以条件是什么? 当然这边 当然我们如果把它打一个产线好了 对 OK 产线的话 当然特别主要 在sumif里面 它有支援一种应用 就是说 如果你后面那个字 假设你不确定 如果你只打产线1 那就只有查产线1 可是还有234怎么办呢? 其实有几个方法 要不你用问号 问号的意思是说 如果产线后面只有一个字 刚刚那个字我不知道 那你就用问号 可是问题 这个方法 只限于1到10 如果到11、12、13、14的话 那因为11、12、13 也至少有两个字的话 那你就用一个问号 就不OK了 因为 这一个问号 指的是一个字 反正那个字 不管是什么字 只要是有一个字 都算是 所以如果你那个字数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星号 星号的话 就是说 后面的字数不确定的话 那你可以用星号 也就是说 产线1到产线11 甚至是110、120 都直接不管几个字 反正只要有产线在前面的话 那就算是你要找的东西 所以这部分的话 特别是要这个星号的部分 因为其实坊间很多书籍 比较没有讲到 就是用万用字元来表示 所以如果你将来在查询的时候 假如刚好这种特殊的情况 那你就麻烦了 就按确定 我们结果就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 如果同样的方式 请各位思考一下 把它改成VBA 如果我今天 我不写这个 如果我希望一样 假设像刚刚讲的一样 如果我要把它改VBA 其实刚刚已经有写一个算是范本 那其实你可以拿范本来稍微修改一下就OK 那大概逻辑这样 应该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它最下面一列 那你就先打11吧 或者像那边OK 然后怎么样 如果它的A栏里面 假如前面两个字 特别是它在VBA里面 它没有支援万用字元 所以如果你在VBA里面 你可能如果不支援 那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前两个字 前两个字 有没有 laps ok laps 2 前两个字 如果是产线的话 条件为处 那就帮我把它的C栏 的这个资料 累加 累加刚刚讲过 那你可以等于一个 sum a 反正就是一个名称 sum a 等于sum a 自己本身加上什么呢 c栏 sales的idea的c栏 然后最后再帮我把结果丢到 这个里面来 就ok了 所以也许试试看 就是刚刚两个方法 一个是sum if 然后会有个信号 第二个的话 就是再把它试着 用VBA的方式改写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